大家好,我是小力哥,最近北木举报UP主账号,封禁三个月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网友们纷纷站队,一队调侃,有大主播特权就是不一样 被路人举报连分都不扣,使用大主播特权直接封号三个月 散退也不放过,另一队则表示,北木保持视频给官方封禁属于正常现象 学院里掉线默认后裔,影响了其他人的对局体验 按演员处理也不为过,毕竟在高分段各种演员惩处不穷 演艺局能拿到上千元也不如围棋 据了解,低风赛高分段水很深,很多事都不能拿到明面上说 而因为这时,被封的UP主连续发了十几个视频声讨 并留言让网友们使劲地冲 之后,破译压力北木做出了签字的回应 他表示自己没有使用所谓的大主播特权 只是,就此论是,将五楼UP主选后裔的视频录下来传给了官方经营核实 而官方核实账号是否有违规行为,不仅仅只靠单局录像 试过去核实该账号的禁忌情况,仅因为散退是不会封号的 紧接着经王总人要官方复杂后,UP主账号被实水违规 也就说明他最近的比赛是有违规行为的 事到如今,该市即便在网上发销很大 但王总人要官方并没有妥协 大主播有没有特权已经不重要了 主要官方认定了UP主禁忌的比赛是有违规情况的 要注意官方说的是禁忌 不只是因为这一局的掉线 所以我们只看这一局就插不上话了 只能王总人要官方再次的回应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